《新會所》 其實這個新會所 當時我加入的時候 2008年 已經開始做建築了 我覺得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為什麼呢? 馬會 自從 現在這個 帕馬地 救會所之後 以及自從2008年 開了北京會所之後 都沒有開過新會所 我們又要組織新團隊 有很多新的概念 我們要實施 是一個挑戰的 開新會所之前 團隊已經做了很多研究 亦都做過問卷 亦都問過會員 他們的喜好 會員對於我們的 出品的要求 不斷在提升 當時是給我們很多 很寶貴的意見 另外我們看到一件事 我們看到會員 在健康飲食和健康的 生活風格這方面 是有要求的 所以我們去研發 新產品的時候 新概念的時候 我們都會考慮到這件事 除了餐飲之外 會員也都希望多些 有多些方便性 例如我們都推出了手機的app 在app那裡 你可以訂桌 可以看到有哪些餐廳 有桌 在哪些日子 哪個時間段 這個是更加給到 我們會員一個方便 去到一個餐廳 低於五千元的消費 其實就可以這樣起床 然後離開餐廳 我們就直接會把那張單 賣了它 然後就會寫一個copy 去你的email 我們也聽到很多會員 很喜歡這個 在我們的工作上 每一位同事 無論是前線或者後勤 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設了這個hospitality academy 就想給予我們這些管理同事 多些培訓 尤其是在領導力 和領導力 這方面 再加上就是這個hospitality academy 是一個專業民騰 其實就等於一個 本地的學士學位的級別 我覺得這個是給予我們管理同事 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的一個academy 還有我們希望在培訓方面 幫助到一些同事 是記得我們的會員的喜好 每次來到會員好像回家一樣 真的衷心跟他們說多謝 多謝他們的付出 多謝他們的支持 그리고我們希望的觀眾 提到我們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